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美晨 第464集 惊怒之下 丁千秋顾不得对血手往下手 手掌翻转 画作一道迷一谋的光源 瞬间朝黑影抓逝而去 但那黑影速度太快了 微微一闪已经消失在了视线里 下一刻 丁千秋身上的真元护照 瞬间被撕裂了 而后他身上一麻 紧接着一只剧痛传递而来 掀血瞬间飞溅了出来 血光斩 在丁千秋停下对血手王攻击的瞬间 原本一直后退的血手王 他仿佛预料到这一幕 身形不退反进 一掌朝着血手王狠狠地上来 原本站在那的行尘 这一刻也动了 搜 神秘袖界瞬间暴力而出 咔的一声 伴随着惊人的雷光蔓延开来 瞬间刺醒了丁千秋 同时 一个巨大的黑影珍宝出现于宫殿上空 迎风暴涨 瞬间变成了小山般大小 珍宝周围弥漫着 倒倒惊人的黑色乌光 乌光营绕 散发着让人心急的气息 朝着丁千秋的头顶 轰然砸漏而下 下一刻 大黑猫 血手王 秦晨 三人抱起而击 同时出手 恐怖的攻击疯狂掠向了丁千秋 整个过程仅仅发生于眨眼之间 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发现 丁千秋被骇人的攻击彻底笼罩了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瞬间萦绕于丁千秋的脑海 你们这群该死的蚪蚁 丁千秋大怒 哄 下一刻 他体内的真元彻底爆发了 甚至为了速度达到最快 体内的真元一瞬间燃烧了起来 同时 一层层恐怖的光芒萦绕于周身 在他身体周围 形成了一道复杂的黑色真元护照 魔光铠 黑色铠甲形成 丁千秋脸上勾勒出一丝冷笑 凭这群蝼蚁 想接上自己 真是可笑 冷笑声中 血手王攻击第一时间落到了丁千秋身上 倒到血色流光 不断冲击丁千秋身上的黑色铠甲 但是呢 却被黑色铠甲层层叠叠阻挡在外面 根本无法对丁千秋造成有效伤害 哪怕是之前被偷袭了 丁千秋还是七阶三重的武王 而且呢 还是三重巅峰的剧情 血手王刚刚突破到七阶中期 他即便再讲 在丁千秋有所准备的情况之下 岂能伤得了他呢 血手王 本座今日必杀你 冰冷的声音传出来 丁千秋没对血手王动手 而是闪电般抬手 黑色剧长直接朝着秦晨施展出的 翻天叶攻去 姿态狂放霸道 在他的眼里 秦晨施展的翻天叶 虽然是威力惊人的 但只不过就是一刚刚突破七阶初七的武王施展的 那能有多大威力啊 可当他的真元手掌跟翻天叶碰到一块时 丁千秋脸色瞬间变了 扑的一声 黑色大叶云含镇压一切的力量 仿佛真的是山岳一般 直接把丁千秋施展的真元大手震碎了 并且 伴随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真元大手中瞬间弥漫出来 几乎要把丁千秋五根手指都震碎了 混元长 丁千秋怒吓 五根手指气息暴涨 仿佛由五道光柱暴视而出 根根冲天 一瞬间 丁千秋手掌上威力大增啊 轰的一声 把巨大的山岳一下震飞了 但秦晨脸上没有时毫的思路 他目光冷漠 眼神冰冷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两股恐怖的精神力瞬间席卷出去 精神风暴 幻进秋龙 嗡 无形的力量没入丁千秋的脑海 他只感觉大脑一致悬晕 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不好 丁千秋大惊 这怎么可能呢 他一个七阶三重巅峰的武王 那小子只是区区七阶巅峰的 怎么可能用精神攻击伤的他呢 破 惊怒开口 此时丁千秋再也不敢大意了 体内真圆催动到极致 轰的一声 身上仿佛有一个莫名的气息苏醒了 是他的血脉 血脉一震 马上让他从昏昏噩噩中清醒过来 他整个人陷入昏迷的时间 也就眨眼至今 可等他清醒过来时 感受到无尽雷光 瞬间淹没了他 滔天的雷光淹没了一切 把丁千秋彻底吞噬了 同时 一个黑色长戒 如同流星坠地一般刺在他胸口上 咔 他足以抵挡七阶中期 巅峰武王的魔光铠甲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纹 而后 砰的一声炸碎开来 那长戒速度不减 直接朝他心口刺来 剑味道 灵力剑锋已经让他心口剧痛 体内气血凝滞 可这不可能啊 秦晨一个小小的七阶初七 巅峰武王 他怎么可能这么强 心中惊怒 丁千秋只感觉浑身寒毛竖起 一股浓烈的危机感充斥全身 原本傲然的身形 嗖地暴退 试图躲过秦晨这一见 但秦晨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 玉剑鼠尸人 黑色流光如影随形 暴涨而上 臭小子 给我去死 顶前秋怒吼 五根手指上 神红暴涨 根根锐利 朝着秦晨嗖地暴射而来 同时 他一掌朝着秦晨戒身上派去 想要反杀秦晨 喵的 小子 你是不把本皇给忘了 就在这时 一道细血的声音响起 黑色影子闪过 大黑猫不知何时 居然出现在了丁千秋身后 直接一爪子抓在丁千秋后背上 扑的一声 丁千秋七阶后期巅峰的身体 竟然阻拦不了黑猫的力爪 瞬时间被撕裂出一道长长的活口 同时 他脑中传来阵阵的悬晕感 身形猛地一晃 就这一晃之间 秦晨的力爪呢 已经刺入丁千秋的心口了 轰的一声 雷光爆发 丁千秋整个人一声惨叫 身形眼看就要爆碎了 突兀的 一道黑影闪过 丁千秋身形瞬间消失了 只见一张黑色符钻 被神秘袖剑洞穿 燃烧着飘落下来 替死符 秦晨看着面前燃烧殆尽的黑色符钻 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就见数十米外 一道黑色人影重新凝聚而成 正是丁千秋 但此时的丁千秋呢 再无一开始的嚣张狂傲了 一张脸上满是惊怒 整个人是狼狈不堪 气息也微弱下来 仿佛重病了一般 此时此刻 丁千秋一脸的惊怒 浑身的衣袍尽碎 狼狈不堪 哪还有七阶三重 巅峰五王的霸道和气势啊 他惊怒地看着秦晨 谋中流露出的 乃是无比的愤怒和骇人 老祖 其他大前王朝七阶五王 各个是惊怒出声 眼中竟是骇人和惊惧 一个个来到丁千秋面前 心神俱灿 至于场上其他人 也是各个目瞪口呆 整个过程说起来漫长 实则只是一瞬之间 然后就看见不可一世的丁千秋 浑身是血 狼狈不堪 好像从鬼门关里走出来的 大家一个个心惊莫名啊 怎么回事 他们眼花了吗 刚才是大威王朝 天才秦晨和血手王 以及这只黑猫联手 他们差点把丁千秋杀了 这怎么可能呢 所有人目瞪口呆 倒吸着凉气 丁千秋可是百朝之地 七大上等王朝之一的 大前王朝的老祖 以身修为通天 高达七阶三重巅峰呢 普通的七阶中期巅峰五王 在其面前如同小阶一样 随手即可斩伤 乃是百朝之地 至高无上的存在 跺一跺脚 整个百朝之地 都得为之颤抖的人物啊 他竟然被不足二十的少年 差点斩杀了 见鬼了吗 这一刻 所有人都无法相信了 眼珠子都要瞪爆了 骇然地看着秦晨 卓清风等人也惊骇地看着秦晨 虽然知道秦晨天赋惊人 无比的可怕 但他们也没料到 秦晨能抢到这个地步 差点把大前王朝 丁千秋老祖给杀了 此次真的只是一个天才吗 其余的七大王朝老祖也是目断口呆 丁千秋是跟他们同级别的人物啊 被秦晨这么一少年差点斩杀了 他们内心的震动 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 倒是秦晨呢 脸上无比淡然 晦气 没想到丁老鬼身上有一张替死符 让丁老鬼逃了一起 随手挥了挥 黑色翻天印瞬间变小 落于秦晨的手中 秦晨看着眼前细细衰弱 但神色依旧警惕 真元催动到极致的丁千秋 忍不住摇了摇头 刚才他是利用丁千秋的大意 让血手王突然暴起而击 使得丁千秋一时间完全反应不过来 就在注意力全部集中于血手王身上时 再突下杀手 并且呢 在刚才那种情况之下 其余七大王朝的老祖 以及大前王朝自身七阶中期的五王们 他们也没反应过来 这才差点让丁千秋杀了 可谁曾想到丁千秋身上要替死符啊 这个替死符 能替武者抵挡一次致命的攻击 先前若非替死符 丁千秋必然已死于他的手上 之前占了先机的秦晨 根本不能给他反应的机会 但现在呢 机会显然消失了 如今丁千秋有了防备 其他人也反应过来 虽说丁千秋身受重伤 一身实力也是降低了不少 但再想杀他 难度比刚才还大呀 哎 算了 只能过会儿找机会了 摇了摇头 秦晨脸上没有任何失落 能杀得了丁千秋 他自然是高兴的 杀不了啊 无所谓了 反正这丁千秋早晚得死于自己手中 这一点嘛 秦晨还是有的是自信的 主人 属下无能 没杀了丁老鬼 还请主人责罚 血手王身心一晃 来到秦晨的身边 单膝跪地道 脸上满是愧疚 之前他假装追杀秦晨 根本就是秦晨布置给他的任务 就是想利用他的身份 对丁千秋实行偷袭 但谁曾料到啊 偷袭未曾奏教 让血手王心里忍不住万分的忐忑 起来吧 非你之过 何必介意 秦晨摆了摆手 是 血手王恭敬地站起身来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这一幕却让场上其他人目瞪口呆 脑子里一片江湖 根本不知道血手王为什么这么做呀 血手王不是大前王朝武者吗 而且他有大前王朝屠夫之称啊 对大前王朝可谓是忠心耿耿 可现在呢 怎么就认了秦晨为主了 这让众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血手王 你个叛徒 我大前王朝将你培养起来 你翻过头来帮外人 你竟然还敢偷袭本座 我要你死 丁千秋一直震惊了老半天 这才回过神来 愤怒地对血手王怒吼道 身体颤抖万分 屈辱啊 前所未有的屈辱 培养我 血手王一声冷笑 我血手王能走到今天 成为七阶中期的武王 大前王朝究竟有帮过多少忙 在尔等眼里 我血手王不过是你大前王朝一条狗 我替你们做杀人的勾当 但得到资源 永远是所有武王里最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